今天的五一经文出自 第五章 耶稣看见一大群的人 就上了山并坐下 门头走到他跟前 他就开口教导他们说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谦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徒弟 切勿公义如鸡刺可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心存怜悯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女 为命所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们若因为我的缘故 侮辱迫害肆意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要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有大赏赐 他们也曾这样 迫害 这样迫害女权的先知 这是主的福音 感谢上帝 好 请坐 朋友们 朋友们 主日平安 那今天是祝圣主日 或者说万圣主日 我们纪念在祖怀里安息的 信耶稣的人 同时我们也庆祝 离世一代 在耶稣基督里的 基督徒的合音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经文 出自耶稣的八福 在讲八福以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 这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故事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 四个月大的一个小孩子 叫孟罕默德 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婴儿 那他出生的时候 患了一种先天性的 非常严重的一种 就是免疫的失调的一种疾病 他被从加沙地带 带到了这个以色列 克拉维夫的一个 以色列人的医院 来接受治疗 那如果这个小孩子 孟罕默德 四个月的婴儿要存活 他必须接受 并推移植的这个手术 但是这个手术非常非常昂贵 那孟罕默德的父母呢 没有能力 能够支付 这个整个治疗的费用 那在这个医院里 以色列人的医院里 克拉维夫这个医院里的 儿科的医生 他也是一个儿科 儿童免疫的学者 专家 他叫艾尔达 他决定要给这个孩子 一次生存的机会 所以他就请他的一个朋友 来帮助 他的这个朋友 叫艾尔达 OK 那个医生的名字 医生的名字叫 苏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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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梅奇医生呢 就请艾尔达 这个一个新闻记者来帮忙 这个新闻记者在 以色列的这个 10号的 这个新闻频道 做记者 做报道 那他在以色列还算比较勇气的 那这个新闻记者呢 就把这个穆罕梅的这个小孩子 得这种免疫疾病 需要骨髓移植的 这个消息 就在这个 他的这个 10号新闻频道 播出了 请求观众 当然是以色列的观众 来帮助 OK 这个消息播出以后 马上就有一个儒泰人 马上就 就说 哎 我呢 捐赠 五万五千美金 五万五美金金 来这个 让这个小孩子 能够做这个 股膚移植的 这个手术 那这个 捐赠的这个 这个犹太人 他有一种儿子 他的儿子在 以色列的军队服役 在 以色列和加沙 哈马斯的 军队的战斗中间 继续了生命 但是这个父亲 他 不寻求报复 他不想煽动 对巴勒斯坦人的托弯 他想寻求合同 所以呢 他决定 捐钱 是医治这个巴勒斯坦 四个月的 英孩 钱 是捐到的 但是这个 整个股髓移植的 手术是非常非常处杂的 那么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英孩 马上莫德 他的兄弟姊妹的 这个股髓 和他的股髓 不匹配 所以呢 必须寻找 新的股髓 股髓移植的 这个捐赠 那当时 以色列和加沙 和汉马斯 在加沙 这个地带 在马上 那么这个 新闻记者呢 就通过他 在以色列 军队中间的 一些联络 然后呢 把 这个 这个婴孩 他在加沙地带的 亲戚的 这个血的样本 血液的样本 还有 你说有可能的 这个血 骨髓移植的 这个捐赠者 带到 带进了以色列 带进了这个医院 那是要通过 以色列的 这个边方检查的 这个检查站 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就通过 这个记者的帮忙 把血液 带到了以色列的医院 把 有可能是捐赠者 带到这个医院 最终找到了一个 这个医院 所以呢 这个骨髓移植 这个手术 就成功地完成了 当然完成以后 还要继续观察 说 这个四个月的 孟含末德 是不是 他的身体 他的 他的这个免疫系统 是不是接受 捐赠 注射到他身体里的 这个新的这个骨髓 所以这个新闻记者呢 就跟随这个婴孩 四岁的 四个月的 孟含末德这个婴孩 他的母亲 还有他的医生 苏维奇医生 四个月 这四个月里 这个整个治疗的过程 是起起伏伏 那这个电影 不仅仅只是一个 非常让人感到软心的 拯救一个巴勒斯坦婴孩的 生命的故事 其实这个 这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纪录片 是要展示了一种 寻求和平 寻求和解的一种努力 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 就是十多年前 2008年到2009年 以色列和汉玛斯大战 当时汉玛斯 有这个自杀式炸弹 对不对 自杀式的那些炸弹袭击者 在以色列 伤了很多的人 以色列决定报复 所以以色列和加沙的 比喀玛斯大战 以色列把整个加沙都包围起来 然后呢 把整个对加沙避代的 所有的攻击都切断 在这个过程中间 那么双方之间都有非常大的伤亡 双方加了巴勒斯坦 还有以色列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仇犯和物件 你看 在这个 有一个在加沙的一个巴勒斯坦的 他的孩子 因为以色列的导弹袭击 还有在这个电影里 那个儿科医生 儿科美艺学者 儿科美艺专家 他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同事 他有一个同事 在以色列领域工作 可是他是巴勒斯坦 那有一天 以色列导弹袭击 这个巴勒斯坦医生的三个女儿 当场就丧了 我们看到 在这个血淋漓的战争的冲突里 有人不放弃 要寻求和平 要寻求和解 在这个电影里 最让人心心动魄的 其实是这个记者 和这个婴孩的母亲 的文化 对吧 这个鼓虽一只已经做完了 他们在北戴 看这个婴孩对这个女孩 一直的反应事情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记者和这个母亲 就让我们去看 那个记者和这个母亲 就提到了 提到了耶路撒冷 这个新年记者说 我们能不能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可以分享圣诚的耶路撒冷 对不对 这个母亲 她是当时巴勒斯坦人 她就说 不可以 OK 不可以 这个巴勒斯坦 属于 属于 穆斯坦人 属于 阿拉伯人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母亲 就说 因为 在加沙的 巴勒斯坦人 生活极其的困苦 他们的生活 他们对明天 没有任何的希望 所以才有 属实多多的 自杀式的炸弹 袭击者 这时候呢 新闻记者 对这个母亲说 对我们犹太人来说 生命是非常宝贵的 这个 穆罕默德的母亲说 对阿拉伯人来说 生命一点都不可贵 死亡才是正常的 然后这个母亲 告诉这个新闻记者 她说 如果我的这个 四个月的孩子 穆罕默德 他长大以后 如果他成为一个 自杀式的炸弹袭击者 他说 我也接受 我也接受 这是上帝的主意 阿拉伯人 然后这个新闻记者 听了以后 马上就被惊叹了 他非常的不可思议 说 你的孩子有病 我们把你接到 这个特拉维夫 接到你生命的治疗 这么多的犹太人 来当助你 对不对 让你的孩子能够 当助 你为什么 还如此地震撼犹犹太人 甚至说 如果你的儿子 长大以后 成为自杀式的 炸弹袭击者 你也认为 他不可思议 所以在这个电影 剧中片里 有一个盘子 在这个追法案里头 这个新闻记者 开着社网站的时候 心情非常的非常的 悲痛 非常的低落 他说 第一次 我失去了 对这个 四个月大的婴儿 沃哈默德 和他的母亲的怜悲心 我不觉得 我对他们 再有同情心了 明明性 但是 当这个故事 继续的时候 继续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新闻记者 还是一如既往地 帮助 这个婴儿的治疗 还有帮助 他的家人 这个 沃哈默德的母亲 又怀孕了 怀孕 他们已经治疗完了 已经回到了加沙 然后后来的 沃哈默德的母亲 又怀孕了 所以呢 为了保证 这个沃哈默德的 这个新生的这个地理 身体健康 所以这个医生和新闻记者 又把这个母亲 沃哈默德的母亲 从加沙 带到了 以色列的医院 让他能够在 以色列的医院 能够来 这个生产 这个母亲 也就生下了一个孩子 他们做了检测 说 这个孩子 没有像他的这个哥哥 沃哈默德的一样 有一种先天性的 儿童的这个免疫失调的 这个疾病 所以呢 是非常高兴的这件事情 然后呢 这个这个记者呢 在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 这个母亲和这个医生 苏梅奇医生 有一段回话 苏梅奇医生说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能够在和平里 一起的玩耍 这个时候 沃哈默德的母亲说 我也希望 如此 如果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 这下一代 我们这个孩子 不能在一起玩耍 因为战争 因为仇恨 因为互相的敌视 但是我希望 我们的孙子孙女 能够在一起 在和平里 和平相处 所以你看 在这个过程中间 治疗的过程中间 这个母亲 她的思想 她的心 发生了改变 她希望 在未然 巴勒斯坦 和犹太 之间 能够和平 他们的后代 能够和平 和睦 相处 最后 这个新闻记者 帮助这个母亲 实现了她的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是 她想和 这个无名的 这个捐钱的 那个犹太人 来来讲话 这个记者 就让这个母亲 和那个犹太人 来 他向那个 为他的儿子 所以就捐钱的 那个犹太人 就要把他来讲 这是第一个人 这个记者 帮助他出生了 第二个愿望 是什么 这个女士说 我这一辈子 我没有到过 这个热的 因为加沙和 以色列 这个记者呢 就把这个母亲 带到的穆斯林 让他们去看 因为耶路撒尔 对穆斯林来说 那是非常非常 神圣的地方 但是因为这个母亲 刚刚生下的孩子 他不能像 其他的穆斯林一样 去这个 耶路撒尔 对神圣的 那个清真寺 去祷告 去经拜祷 在成千上院的 穆斯林 去这个 那个大清真寺 祷告的时候 这个母亲 不是一段人 坐在这个旁边 坐在一个 好像在一个高层上 看着城市 耶路撒尔 这个城市 这个时候呢 我的新闻记者 问我的母亲 一句话说 你是不是认为 你俩孩子 莫罕默德的生命 是宝贵 因为他以前问我说 我们犹太人 说生命是宝贵 所以我们就说 对他们 对巴勒斯坦 对阿拉伯人 说生命是宝贵 根本记者第二次问 母亲这个问题 你认为 莫罕默德的生命 是不是宝贵的时候呢 这个母亲说 是 他的生命 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宝贵 这个电影 就在这儿就结束 那今天 我们来庆祝 诸圣神 我们庆祝 诸圣神 我们听 耶稣基督 在登山宝训上 讲的巴福 耶稣讲道 有巴主 能上帝祝福的人 那巴福以这一句话 开始 心灵贫穷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 是 他 我们要知道 耶稣讲这句话 在当时 国或者说王国 在当时的 如太人之间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西日 所罗门 大魏的王 当人们提到 王国的时候 犹太人马上想到了 旌旗 军队的旌旗 马上想到了 战车战 马上想到了 大魏 做王的时候 以色列 强大的军力 想到了 所罗门 做王的时候 以色列 强大的 国力 在耶稣 讲说天国境 或者说上帝的国境 的时候 在犹太人中间 有一群人叫 奋魏的 他们 想通过 暴力的方式 通过暴力 通过暴力的情影 来打败 当时统治 巴勒斯坦的地方 压制犹太人的 罗马帝国 耶稣说 天国境 你们要回讲天国境 或者说上帝的国境 耶稣所讲的 天国 或者上帝的国 不是像 当时奋魏党人 所想象的 通过暴力 通过征服 来建设 耶稣说 天国属于那些 心灵 贫穷的人 什么样的人 是 心灵 贫穷的人呢 心灵 贫穷的人 是那些 不相信说 暴力 带来 公义的 那些人 他们不相信 心灵 贫穷的人 不相信 暴力 带来公义 他们 不相信 一群人 或者一个族裔的人 要用暴力的方式 来战胜 来压制 另一个族裔的人 他们不群求 孔治 挟制 征服他人 他们不是 骄傲次大的人 他们不是 自以为是 自以为义的人 心灵 贫穷的人 就是那些 谦卑的人 就是那些 把他人看的 把他人的利益看的 比我自己的利益 更重要 像保罗在 菲律比特 第二章说讲的 看他人 比我利益 心灵贫穷的人 他们不相信 暴力 能够带来 正义带来公义 心灵贫穷的人 他们不相信 通过 仇恨 通过 战争 通过军队 来带来和平 心灵贫穷的人 没有自我的野心 他们不寻求 说 我一定要比 别人强 所以呢 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给他人 留下了空间 他们 像耶稣所教导的那样 圣经教导那样 做到 爱人无几 而不是说 我要强过你 我要胜过你 我要征服你 心灵贫穷的人 他们 因为他们的心灵 给他人留下了空间 他们可以感知 其他人的痛 其他人的哀伤 其他人内心的挣扎 像保罗所说的 心灵贫穷的人 在别人欢喜的时候 和别人一同欢喜 当别人在哀伤哀痛的时候 和那些哀痛哀伤的人 一起哀伤 心灵贫穷的人 他们总是尽心尽 尽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那些 有需求的人 生活在困苦里的人 他们是谦卑的人 他们是心存怜悯心的人 他们是心灵和善的人 他们是愿意赦免他人罪过的人 他们愿意为了世人的公义 为了所有人的公义 为了所有人 人与人之间的和平 愿意尽自己的心力 他们甚至 像耶稣所讲的一样 愿意牺牲自己 愿意牺牲自己 甚至为了公义 而忍受迫害 所以心灵贫穷的人 就是保罗 在菲利比书所说的 像耶稣那样 跟随耶稣基督 盗空自己而言 盗空自己 为了他人 不只是为了自己 在这个电影 在这个电影里 宝贵的生命这个电影里 我看到了耶稣所讲的 八种蒙上帝祝福的人 在仇恨暴力和冲突的 在这个电影里 我看到一艘小船 这艘小船 载着什么 载着仁慈 载着怜悯 载着和善 在那个漆黑的黑夜里 在怀疑 在偏见 在仇视的这个漆黑的黑夜 深夜里 我看到了有光亮 希望的光亮 那就是互相理解的光亮 互相信任的光亮 和彼此同情怜悯的光亮 在自杀时 炸弹袭击 和这个导弹袭击的 这个恐怖的时刻 我看到了 寻求和平 寻求和解的真正的英雄主义 不是通过暴力 而是通过怜悯 通过仁慈 通过心与心去缘缘 在那个最没有希望的地方 再加上那个世界上 最没有希望的地方 而是在这次电影里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在那个地方 在以色列 特拉维吾的地方 我看到了 一线的希望 那今天 我们庆祝 万圣者 或者说诸圣者 我们纪念 那些在主怀里 安息的基督 我们想一想 那些基督 在主怀里 安息的地方 他的 他的一言一行 是怎样 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怎样 为巴塾 做见证 相反 离世离代的基督 怎样通过他们的经历 为巴塾做见证 有人 想消灭他人 来建立自己的义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耶稣所讲的 不是要战胜消灭他人 而是愿意 为义 受逼迫 所以今天 当我们来庆祝 这个万圣节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那些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为了上帝的爱和功夫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得以实现 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我们纪念那些殉道者 那这个电影 宝贵的生命 是2010年公演 2010年公演 13年以前 如果这个婴孩 穆罕默德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 他应该是 至少应该是14岁 他大概是14岁 那我们想一想 现在 现在 以色列 和加沙的阿玛斯恐怖 中国 我们想一想 这个想法 穆罕默德 他现在 如果他活得 那已经是14岁 他现在 他和他的家人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 这个孩子 穆罕默德 现在他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要变成一个全球和平的人 他要成为一个和平的战士 还是说 他要成为一个 像哈马斯恐怖主义者那样的人 自杀是炸弹 我们该怎么回答 但是 如果我们相信 耶稣的巴塾 如果我们相信 耶稣的巴塾 那么 我们就可以相信 谦卑 谦和 可无公义 心生年龙 心灵纯洁 死人和你 为已受破坏的人 最终 会得胜 我们就会相信 马丁路德 中国社所说的一句话 马丁路德 美国人权 运动的秘秀 他为了 所有美国人 的人权 牺牲了自主的秘密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宇宙的 道德宇宙的浮现 非常的长 但是 他最终 会居上公路 那我们知道 马丁路德 他相信 巴塾 他相信 真正 受上帝 祝福的是 这 巴塾 我们今天 在 庆祝万圣节的时候 也要 如此 相信 奉主耶稣基督 阿们 好 现在我们唱 一起来唱 这首歌 众圣如指 这首歌 这首歌 是 这首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